哈喽我是你们的教训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三星2025年的年度顶级旗舰 二轻寸4K240Hz的G81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按照惯例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G81整体采用了环保的赫色纸皮 打开包装我们来看配件 它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和安装指南 接着我们来看外观 依然是三星OLED系列的显示风格 正面屏幕上方边缘 对比左右两边略窄一些 底面边框为超薄边条 色调几乎和屏幕融为一体 只有在你近距离观察 才可以看到它是灰色的 底座为全金属的材质 有分量 形态也节约桌面的空间 侧面来看面板部分非常鲜薄 背面流线型设计 上半段为一体冲压金属工艺 机身强度和颜值非常高 在光线反射下 金属质感非常强烈 下方则为塑料材质 拼接一起几乎没有色差 这明显需要较高的喷漆工艺 背面左侧则印有玄龙骑士的logo 中间是标志性的圆环RGB氛围灯 通过照射一体金属背板 反射灯光效果高级而简约 同时在拆当中提供了五种灯效 和屏幕光效同步 通过后续的拆机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有限的内部空间中 三星堆叠的灯控板 驱动板 T-COM 以及目前显示中唯一一家 把热管塞进了显示器的动态冷却系统 保证模具美观的同时 散热性能也非常出色 在在功能型方面 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两个USB下行 和一个USB上行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间会出现三星奥德赛的logo 接着再介入了显示的画面 整体色彩通透 画面艳丽 实际测试 SGB容积达到了146% 与同规格品牌 外星人 华硕 微星和光红的AR镜面不同 三星定制的抗反能力更强的雾面 可以适应更复杂的使用环境 不少小伙伴当电竞房 都有各种氛围灯光 雾面屏 可以很好的避免光线反射到屏幕上 像素方面 PPI为166 相比31.5英寸的版本 140PPI 密度更高 自体显示没有毛质感 更加清晰 像素排列 也是品质型 与第三代QDOLide相同 OSC菜单方面 也是三星奥德赛的设计风格 色调为蓝黑配色 操作的方式 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菜单出厂 提供了多达10种预设模式 每个模式都有独立的亮度 对比度 我们进入数据实测方面 首先是白平衡和色温 三星OLED G81 出厂和两种色域空间 都为6600K ECO模式下 DOV在0.0090 白点有偏绿的倾向 色域空间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SGP色域覆盖达到96.1% 平均色准1.19% 最大色差3.43% P3色域覆盖率为99% 平均色准1.27% 最大色差2.99% 两种空间较大色差 主要出现在红色 在我们目前测试的同规格面板中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273L 全屏为258L 这个数据是开机一瞬间测得的 之后开始下降 稳定数值在250L左右 SGP亮度模式 菜单中提供了峰值亮度选项 分为观中高三个档位 在ECO模式峰值高档位下 是我们目前测试过 极少数1%到3%的APL窗口 都超过1000L的QDO-Lite机型 从4%开始亮度衰减 到15%下降到382L 50%的APL窗口为283L 直至全屏白点263L 将峰值亮度选项调为中 ECO模式最高所在的 512L 全屏亮度为257L 再将峰值亮度选项调为关闭 亮度曲线更加平滑 最高为459L 全屏为260L 整体来看 亮度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紫色区域在240L左右 前紫色区域在230L左右 使用国标25公格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中心差值为3.61% 表现优秀 向我们的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158K到6271K之间波动 蓝色区域在6100K左右 边缘绿色区域在6200K左右 整体色温均匀度表现也是非常优秀 前往黑场 OLED不发光 它拥有接近无线的对比度 但由于屏幕表面存在的反射 我们测试了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整体表现与第三代QDOLED基本相同 由于三星定制的抗反雾面 极大程度减少了光线反射带来的影响 但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时刻看到自己的帅脸 可视角度方面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最佳可视角度达到了50度 肉眼观测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 表现非常优异 OLED在可视角度物理碾压传统的LCD 即便是强如搭载ATW光学补偿模特机型 在OLED面前也是一碰就碎 属于代差 平散尺寸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不属于PWM调光 平散频率与刷新率同步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平散波动深度为10.34% 同时我们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60L 此时的SVM值最高为0.07 远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峰占455纳米 高能短步蓝光占比8.45% 属于硬间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入性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 HDMI接口为满速2.1 连接PC可达到4K240Hz 10bit和12bit全范围输入 主机单支持4K120Hz VR和HDR 不支持自动低延迟 使用Type-T转DP连接Mac 最高可以直超4K120Hz 支持HighDPI VR和HDR 输入延迟方面 在4K24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会12.05毫秒 接着我们来看它HDR的表现 UTF曲线方面 Eco和图像模式贴合曲线程度高 只有在70-90的灰接做滚降 其余灰接完全贴合标准PQ 剩余的模式调校基本相同 都是在0-60灰接做不同程度的体量处理 60灰接开始做滚降 之后贴合标准的PQ 而此在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Eco和图像模式亮度最高 为552L 在海王小器块高光场景下 Eco模式可以达到845的超高实景亮度 如果UTF提前裁切 甚至可以达到900L以上 但三星为了高光细节做了一定保留 同片源下 在三星OLED的G8几乎做到了相同的水平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岩浆部分出现了轻微的过保盒 岩石的纹理清晰可见 暗部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表现优异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得益于OLED原生10bit的色深 整体色界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任何的颜色断层 XDi游戏方面 OLED的像素直发光 加上超高的实景峰值亮度 高光细节呈现优秀 在SARS2的灯光场景下 可以看到灯管的灯珠细节 暗部在默认ECO模式下完全不够用 会有明显的丢失现象 但三星HDR提供的非常宽广的调节范围 上到HDR曲线 下到三色饱和度 都可以进行调节 独立调节菜单的阴影增强 可以提升暗部画面 三星的HDR白点也有轻微的偏绿现象 好在三星也开放了白平衡调节 可以单独降低绿色来还原白点色调 另外 Windows端部分游戏开启HDR之后 画面反而有轻微的发挥 这时候可以调节菜单的色度功能 大范围的增加和降低饱和度 找到适合自己的色彩观感 提升游戏体验 OLED因为ABL机制还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 画面白场越多 亮度下降越明显 三星OLED G81同样存在 因此我们建议用户在高A票下 菜单中选择峰值亮度中等档位 以此降低ABL机制带来的影响 整体HDR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三星的开放程度很高 这变相体现了原厂对于HDR调教的自信 当然 丰富的菜单功能 也需要用户花更多的心事去研究 有较高的上手难度 尤其竞技体验方面 它原生支持240盒子的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没有出现跳针现象 灰接响应方面 它便没有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实测 平均灰接速度达到了0.325毫秒 在运动显示性方面的质量中 最佳的240盒子刷新率下 BET为3.315毫秒 使用UI服测试它的运动画面清晰度 后方没有任何的拖位现象 本体的清晰度表现也很不错 整体观感和体验感是拉满的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一再数据添点板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一如眼帘的是中央热管形态的散热片 将它放到背面可以看到 这是附带的真铜管的散热片 到这里还是开胃菜 后面还有更加炸裂的 接着是37个灯珠 与异形主板定制焊接在一起 下方则是显示器驱动IC 主控芯片 从之前三星自家定制Magic Color 更换为了联发科的MT9810 旁边哈马拉蓝牙异生内存颗粒 我们再来看它的提杠板 逻辑主控为三星底支配BTA00 两侧分别是闪存和内存颗粒 面板方面形容为CY-AD270G 底部有一个Made in Korea的标志 代表着它是韩国原装进口的面板 我们继续拆解 来看一下三星宣存的动态冷却系统 在之前的OLED G6评测中 我们已经具体分析过原理 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物料 将面板与背板分离 可以看到一块铝制均温板 将均温板剪开 一瞬间就可以看到气体涌出 另一端可以看到冷却月受压力喷射而出 相当于将劈碎段的水冷移植到了显示器内部 均温板覆盖背板 快速降低面板核心区域的温度 以降低超频风险 除了均温板以外 整块面板的背部也覆盖了石墨烯用于散热 整体内部的做工用料非常顶级 展现了三星在显示领域的领先地位 接着我们来看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三星OLED G81达到了146%的SGB容积 涉于天体棒排名第42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273L 亮度天体棒排名第176名 SDR亮度实测为106L SDR亮度天体棒排名第37名 表现出色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收工的百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3.43% 均匀度天体棒排名第18名 最后我们来看核心重点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它最快可用灰接时间为0.325毫秒 排名灰接响应速度天体棒第12名 运动显身方面测量 在最佳的刷新率下 BT为3.315毫秒 与其他240Hz OLED同级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它进行个优趣点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一 使用三星第四代QD OLED面板 亮度 色度均度和可视角度表现都非常战烈 加上微秒级的响应 FPS体验也非常出色 特殊定制的雾面抗反 与友商形成差异化竞争 二 二千吋4K PPI得到的提升 相比31.5英寸版本 字体更加细腻 三 OLED特性 原生10比特色深 纯黑显示接近无线对比度 没有任何漏光现象 四 像素级控光 SDR游戏和观影表现出色 同时SDR功能可调性极高 五 外观模具优秀 整体流线型设计 机身厚度控制出色的情况下 内部采用动态冷却系统 石墨烯以及散热铜管 机器无螺丝全卡扣设计 也体现了其品牌出色的工业设计能力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一 色准最大值偏高 红色偏离 白点有轻微的偏绿 需要手动调节白平衡或较准 二 Q6II的通面 在环境光的影响下 黑厂会有明显的泛指 导致对比度下降 三 作为三星年度顶级旗舰 缺少DP2.1 让人遗憾 好了 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三星2025年年度旗舰G81的 全部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在我们视频中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